歡迎繼續鎖定Catch大前巢 我是王志玉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好好聊一聊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是不斷在升息循環 升息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都想搭上這個高級的列車 但是你要用什麼樣的工具 才可以讓你進可攻退可守 隨時變現呢 這當中就有非常多的MEGA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特別請到 我們的理財作家羅繼夫 有請姐夫來跟我們好好聊聊 我們要如何搭上這個高級的列車 姐夫我們來看 最近這個很行 這就是蘋果他們推出的叫Apple Card 然後他推出了一個 你是Apple Card的一個會員的話 你可以存高利活存 百分之四點十一五 這很高 然後四個月 他據說是第一個禮拜 就有十億美金 通通存進去 四個月現在已經突破了百億美元 但很可惜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 成為Apple Card的用戶 臺灣好像沒有辦法 臺灣因為現在法律的規定 我們的監管會 可能沒辦法允許現階段 有這樣的業務 所以我們只能看著他流口水 當然 不是你有Apple Apple的手機就可以用 就不行 不行 那我們臺灣的一些用戶 我們要用怎麼樣 搭上這個高級順風車 我們還是有很多工具可用 比如說有人說 我去存定存 因為大家覺得全世界都在升息 我們臺灣也有升息 那我們只升息一咪咪 所以我們的臺幣定存不到百分之二 B 好不好 不要 然後美元定存可以 大概有百分之四左右 但問題是他有好多門檻 他有最低金額的限制 而且你不要看他百分之四 他百分之四 其實可能只有幾個月 因為他是算年息 可是他的期間 可能只有一個月 三個月 他是吸收的短期的 所以坦白講 有很多東西 就是跟Apple Card一樣 看得到 不一定吃得到 對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錯 好像百分之四 聽起來好像很好 但你真的存進去發現 怎麼才一點點對不對 沒錯 你就是美夢破滅 但其實現在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基金公司 像富蘭克林 坦伯頓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短期票券基金 他就可以說很好的 是一個非常好的 可以搭上高級順風車的一個捷徑 對不對 所以我要先請姐夫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基金 那他到底投資的標的是什麼 其實可能一般人比較不懂 什麼是短期票券 簡單講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看那個票面 那個字面的說法 短期 就是他那個債券的期限是比較短的 對 那大概就是去買美國的國庫券 還有一些是短期的債券 可能有固定利率的 也有浮動利率的這樣子的標的 那這樣標的呢 基本上他的利率 大概就會跟聯準會的 這個利率的水準是差不多 很貼近 同步的 那講到這個大家都知道 美國從去年開始暴力升息到現在為止已經升了二十一 也就是從零利率一直升升到五趴了 所以這些短期在這個票券的利率大概現在水準就是五趴左右了 對所以人家這個暴力升息我們就暴力大賺錢 對 那我們剛剛有講嘛 他投資的標的是屬於美國的國庫券 我們知道美國國庫券是不是就公債 對 債券的概念 對 債券 公債的概念 但這個公債因為是美國政府發行的 所以他的信用平等比一般你去買很多公司債也好 或所謂的高收益債也好 他的平等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這樣子一個短期票券的基金 他有九成以上的資金 都是配置在A級以上的信品的標的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這個標的物的信品就表示他相對比較穩定 那我們也知道從過去這些年來 尤其像去年開始利率的上升 造成市場的波動很大對不對 那相對的你買這種信品比較高的債券的話 他的穩定度相對就比較高一點 對 像以前大家流行買那高收益債 其實就比較不好聽垃圾債 他可能他給你很高收益 但他其實他的信品可能沒有那麼樣的高 所以你就風險高 所以這個是風險非常低的 相對低 沒錯 好 那講到風險嘛 我們剛剛講 其實他以一個年度來看的話 單年的年度下行的風險其實是不高的 對 所以對於很多想要穩健一點收益的投資人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有很多的投資人 其實他比較愛的是我寧願少賺一點 但我不要賠太多而且要穩健的 像這樣的標題就很適合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這個富蘭克林坦伯頓的美元短期票券基金 在基金的分類裡面 他比較是所謂的貨幣基金 貨幣基金 貨幣基金的概念就是說 他一般如果是做美元 可是美元跟美元的定存稍微高一點點 那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台灣的幾個比較重要的美元的貨幣基金 看他的績效來比的話 像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元短期票券基金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的年化報酬率到今年7月為止是有4.76% 這比你存那個Apple Card還好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這個年化配息率是變動的 但到7月為止大概有4%的定存 比剛剛你講的像台幣定存 或一般銀行的美元定存來講 其實說稍微高一點點 那其他的相同類型的貨幣基金 你可以看到 這個年的配息率大概1.47% 半年是4.14% 所以你可以比較起來 你看富蘭克林這是最高的 這一檔來講的話 是比較這個稍微高一點點的一個配置 那好那我們看完這個同類型的基金比較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不是特別講嗎 像這樣子一個短期票券 它的利率其實比較貼近美國聯邦的 這個他們的基準利率的水準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看 美國一個月到三個月期的國庫券 它跟聯邦基金的利率比較 你從這個圖看起來是不是一步一驅 對不對 可是你看最近的話 開始是不是從這個低點一直往上飆了 對不對 我剛剛強調了 從去年的美國的這個升息 已經升了21 那已經超過5個百分點這樣的水準 所以它幾乎從零利率到5% 所以你如果買這樣子一個標的的話 其實它的收益也跟著增加了 那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一個標的 我幫大家找了它的投資報酬率 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這個當期的配息率 它是每個月都有配息 這是市場上唯一一個月配息 對我真的要講 其實富蘭克林這檔 美元短期的票券基金 它是市場唯一一檔有月配型 這樣子的一個同類型的基金 我們看其他的同類型的基金 有的是年配息 有的是半年配 它是唯一一個是月月配 你很像領薪水的概念 每個月都有這個進帳 那我們來看它怎麼配 去年9月的時候 它配0.14 可是到今年7月份月配的時候 它就已經配息率到0.4 所以就跟著年準會升息 它就越配越多 就我剛剛講那個概念 那你換算成年化報酬率的話 去年的9月它只有1.7% 看起來不吸引人對不對 可是你看現在的配息率是怎麼樣 4.76 所以很多人開始把這個基金 轉到這個短期的 這個票券的相關的標的去 一來有可能做避險 在避險的同時 其實你有還不錯的獲利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講 它的歸類是屬於這個 美元的貨幣基金 你可以看一下它績效的表現 以這個富蘭克林坦伯頓 美元短期票券基金 這一檔來看 它三個月有1.18% 然後六個月有2.3% 一年是3.9% 然後我們看一下 一直到五年7.05% 其實你看幾乎都是正報酬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月配息 那是配息率 這個是績效 這個是你還可以賺到的價差 這是韓息的報酬率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你賺了Z息賠了淨值 對 但是他兩個都其實都是上漲的 對 而且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華爾街大佬 像是巴菲特爺爺 我們叫做股神巴菲特 最近呢 他的一個這個波客下就是 他每個禮拜都在狂買 美國的這個短期票 他買好多股 我記得買了大概100億美金吧 他是每週每週這樣一直買 那你可以再看一個 我們剛剛講買這種標的要穩健 所以你可以看波動度 那三年的波動度 在同期裡面來講 相對來也是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創造 相對來講比較好的報酬 可是他的波動又比較低 那是不是就我講 很適合這種稍微穩健型的投資 那最後我要問姐夫一個 那很多人就說了 那可是現在你看到一個已經升息 都已經暴力升上來 我們現在去買他 應該還有賺頭 不會太晚吧 他買的標的 他基本上只要到到期之前 他還是照他之前買的這個 票面的利率配息給你 那所以他不會馬上就 說如果萬一這樣起來 馬上就降下來 而且我們先來判斷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個聯準會主席鮑爾 最近才在這個全球的押韓會裡面 說話說可能還是比較偏 鷹派的做法 所以美國的升息可能會到 今年的第四季都還在升 有人說九月會稍微停一下 十一月升 甚至有人預期十二月還會再升 這個我們都還不知道 但這個說法代表是什麼 美國的升息可能會維持到第四季 甚至到年底 所以你要降息沒有那麼快 也不會說這個月升息完 第二個月馬上降息也不會 所以現在很多市場預估說 如果要降息美國的話 可能會是在明年的五月之後 那你剛剛問那個問題 在五月之前基本上 他應該都還可以保持 這麼高的票面的利率 所以對投資人來講 是不是你至少這段時間 不用太擔心他的這個利率的問題 對 所以呢 連這個股神都還在持續加碼當中 其實買的是一樣的商品 只是他是把它包裝成一個基金的形式 那人家巴菲特直接就是買國庫券 人家風險大一點 我們這個還比較沒有風險 所以呢今天姐夫 就來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這樣的一個商品 特別是在現在這個高息 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降息你還不太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 還不用擔心到那麼遠的時候 現在就會是一個非常好 近似於現金高利定存的一個 非常好的商品 那麼在這裡特別跟大家做介紹 那麼今天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我們的姐夫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